如何清潔這幾層呢? 現在有方法 剛剛洗到這個氣炸鍋洗到一半 我就想起了 其實之前也有很多人問過我 氣炸鍋難不難洗呀?怎麼洗呀? 那我就用了氣炸鍋好像年紀了 起碼也有一年了 但是我就一路揣摩怎樣去洗 我先用完之後 我就會把它浸熱水 即是連這些 一、二、三、四 一起浸熱水 讓它浸起碼20分鐘 讓它的污漬有少少淋了 可以起了 容易起 然後我就會洗出這個武器 還有熱水 去拆走面上的東西 還有呢 這個是媽媽買給我 它不會刮花的 然後呢 還會有些去油漬的幫助 那我還用熱水 熱水又去油 這個又去油 你看到呢 現在這裏很亮 很乾燥的 那我就 這樣在這裏 一路沖 好了 這一塊做完 它又很好 好啊 我的手不用碰到的 只是拆 我媽媽之前不知道在哪裏買的 但應該很多那些雜貨店 舊式的應該也有的 然後呢 我現在這個是沒有任何清潔劑 在這裏 沒有的 只是熱水和這個拆 那我拆洗了一次 一次之後呢 給你看一下 通常都是這樣 好 一個圈 好了 那呢 其實呢 大部分 我想九成的油漬 都已經 沒有了 這些沒有了 那然後我就會呢 怎麼都下一點 因為它都很油的 下一點 稀結晶在這裡 那我就 剪刀了 這個邊呢 尾呢 側邊呢 好 沖水 都是熱水 完成 乾淨了 嘻嘻 那就很方便 那就不用擦擦擦擦 又或者呢 如果你擦了很多 好厚的污漬 油脂啊 渣啊 在這個底下呢 那你不想用這個的話呢 你可以先用 我經常都有分享給大家 就是用一些 membership card 或者過了期的credit card 因為它都很硬身的 又不會刮花 那就先刮走了底下 之後再用它去油 然後第三層就下一點 洗潔精 那已經非常乾淨了 好方便 好乾淨 分享完畢 希望你們 幫到你們 給到新 idea 你們清潔 air fly Bye